就算反映美元對一男子貨幣的,美匯指數近期跌破90關,位於兩年半最殘,市場對其貶值預期不減。 更有分析警告,要視美元再跌緊約0.8%,跌勢恐章加速,屆時歐洲及亞洲各地勢要干預匯率以保障出口動力。 不過,諸如泰國和南韓央行今年出手捍衛匯價卻徒勞無功,還要冒著被美國財政暴裂為匯率操縱國的風險? 處境極之為難,更如是一旦美元再跌,歐洲及新興市場猶豫走投無路,勢必觸發全球貨幣戰,打鬆美國聯儲局3月緊急減息。 押金美匯指數以累赦於12%,上週五收報89.92%,專門研究外匯的著名機構Sevens Report Research估計,若跌破89.13%或再跌0.87%。 下個支持位恐是2014年4月的79.78%,即下跌空間於11%,該機構創辦人Tom S.A.警告,若美元續貶,歐洲及英國的央行官員料會進一步討論歐洲 高元及英鎊貶值之可能性。因為歐洲整體海外銷售約佔國內生產總值GDP,45%。 不似美國只有僅11%面臨雙重壓力或貶兩年。另一主要貨幣日元也罕見獲一致看好,對每美元升穿100關幾近視共識, 連日資大行也少見地跟隨歐資及美資的觀點唱好日元。而日元標往往會令全球股市深度調整, 投資市場近期行動也吹一致,就是大量沽空美元。掌握世界金融脈絡的美國看此正要實行其貨幣大戰劇本《30日聯銀行》指出。 美國聯儲局及瑞士、英國和日本等國的央行上周先後發布年內最後一份政策決議, 全面維持寬鬆貨幣政策力道市共識,以未放水競賽在2021年延續, 而由於美元與日元和瑞郎等實際色差縮窄,市場無需增持美元保值, 屆時美元將承受更大下跌壓力。與此同時,經濟復甦會利好商品貨幣, 使美元匯價面臨雙重壓力。聯儲局數據則顯示,截至上週三至一週, 其直接持有的美債按週增加323億美元。增額為7個月單週最高,累計持倡達4.66萬億美元。 再創新高,過去40週累計競爭2.13萬億美元。 而反映整體貨幣流量的M2,廣義貨幣,於截至12月7日的一週按年大增26%。 創1981年有統計以來最高升幅,反映市場上淺多到難以想像,難掛優源。 英鎊對美元上週皆創2018年以來最高。 瑞銀指,兩年期美債與德債間息差,以從2.15來大降至約0.9來。 看好歐元在明年底升到1.25至1.3美元。 海頭宏觀指出,現時美元正重演10年前,2009至2011年,此增相識的一幕。 貶值周期廖維持兩年,或使美匯指數跌向80關。 特朗普留下炸彈與拜登,為支持經濟。 全球都與聯儲局一樣氣放水壓低匯價強化出口。 為美國財政部上週偏偏公布匯率操縱國名單。 把瑞士及越南列為操縱國、中日韓、印度等10個經濟體列為觀察名單。 擺明指許美元放火,不許他幣點燈。 曾擔任總統特朗普經濟莫遼的Joseph直言。 華府指責瑞士應減少對非常虧貨幣政策的依賴。 是有口話人無口話自己。 為拜登上場後,要是把某個經濟體移出操縱。 國名單而事先沒有取得對方讓步。 政策就成毛牙老虎。 直言特朗普用貨幣戰給拜登做賀禮。 面對貨幣戰風險。 世界黃金協會數據顯示。 10月份全球官方黃金儲備正增22.8噸。 扭轉連續兩個月淨沽金的勢頭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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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